其實坦白說 剛才講到很多有關選舉制度、點票制度 你很難期望每一個香港人都這麼了解 因為是很複雜的事情 通常是英文 未必每個人都會去看 我自己每天花兩個小時時間看美國新聞 我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這樣做 但是我會有一個提議 就是大家要對你的消息來源有要求 有要求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說的 過去這大半年湧現了很多網上名嘴 他們很喜歡國際大事 那怎樣去挑選一些適合聽的東西 我覺得一個很簡單的標準 就是那個人願不願意道歉 如果他說錯誤他願意道歉的話 這個人可以繼續聽下去 如果那個人說錯誤不願意道歉 然後作再第二個理由出來給你聽 其實是這樣的 然後又變成謊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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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覺得他的面子比真相更重要的話 那這些人就別聽下去了 因為會影響你的判斷 使你對世界的理解和事實越來越遠的時候 我想這件事對香港沒有好處 嗯